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关于工业机器人的一个结构设计 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们这里只是讲一个大概的一个大纲 就是说如果想要详细了解我的课程 大家可以进各大网页都可以搜索到 然后呢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主要的 讲的这个内容是 一个机器人本体结构的一个制作 主要设计的趋势第一个是 减速机的一个选行与应用 减速机的选行与应用 在课程里面呢我们会讲的很详细 就是如何从无道友一步一步实现 这样一个六关节肢戒手 其实操作起来我们的一个流程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在课程讲解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我们会教大家怎么去选择一个减速机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减速机 然后呢我们在制作之前还要考虑你整个六关节机械手 它的一个机构 它的机构整个机构的设计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在 比如说话题的软件里面 然后呢教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它的一个可能是因为它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它的走线 或者它的一个一个设计理念 一个结构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 所以采用这种类型的减速机 不同类型的减速机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一关节 这个减速机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比较有名的一个品牌 逸人的纳伯特斯特的简直器 中空型的 表面带有这种 就是中间是一个空心的 带有这种齿轮的 大齿轮的 而这种大齿轮的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 是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固制的 我们可以在课程里面教大家 如何去下载这种3D档 以这个核心部件来制作机器人 就是不是说你拿来就是凭空的去挂 而是在这个的 以有的那个减速机的基础上 比如说我们去设计它相关的一个伺服 伺服的一个输入轴 这个输入轴 然后伺服 有了这个机构之后呢 然后就也变成下一个 下一个形的减速机 然后呢也是四股 这样的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才形成我们这样的一个机构 才形成我们这样的一个机构 就是六关节机械手 它的一个机构的设计 它机构的设计在我们课程里面会讲得很详细 就是说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个要用这种钢皮 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们要这样的设计 是从无道理 教大家如何去绘制这样的一个部件 而不是照着这个图来绘制的 而不是照着这个图来绘制 如果对我这个视频的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各的 就是在你现在看的这个视频的网页 去点击我的头像 或者点击我的签名 看到我一些详细信息 就可以看到我的一些QPU了 一些东西了 比如在优酷里 你输入中版黄安达 或者在百度里输入中版黄安达 都可以看到我的一些详细的视频 这里面呢 我们设计的知识点除了一个减速机的显示 另外还有就是你的伺服电机的功率的选择和计算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大的你的伺服电机 我们也会教大家如何去计算的 在课程里面也会涉及到 也会涉及到这个课程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主打的一个课程 就是在我所有的视频教程里面 还有一个主打的课程 就是关于三轴四图机械手的一个课程 这个机械手呢 也是本人自己 平昌制作完成的 就是说 它比较 就是说有很多的优越性 很多的优越性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机械手上面 驱动器啊 是和这个四图DNP 是和这个横行机械是 移动式的啊 移动式的 在这里面呢 我们学到知识点啊 比如说这个同步带的传动啊 同步带的传动机械 有很多种很多应用方法啊 很多的应用方法 像这种单 这是开口的啊 那种开口的同步带的传动 和必可的同步带的传动的应用 这是必可同步带的传动的应用 你看同步带的一个张领机构 还有它的一个主动轮的选择 和主动轮的绘制 以及它做轮的选择和绘制 这个比如说这里涉及到 这个主动轮的 这两个舵轮已经兼计 舵轮与主动轮之间的高度 这个呢 都是经过 经过一个结构的设计的啊 不是说就直接凭空过去出来的啊 还有这个 次幅电机的功率 功率到底要用多少瓦啊 为什么动不动啊 这都是计算的 然后呢 根据这种伺服电机选择它对立的一个简数机 这个简数机不是我们平常那种 你看它的一个餐馆证明书啊 然后就画出来 比如这样我们带一些 比如说这里我们用的这个简数机是新宝的 也是我们带官方网站里去导入这种3D计可啊 同样呢 这里有驱动器也是一样啊 下载计可 然后驱动器的结构啊 这个结构 可 翻转的这种结构啊 这个维修方便 然后呢 在下面的就是整个这个引拔机构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可旋转的机构 这个有很大的优越性啊 可以把这一段 这两个螺丝一拆那么对 在全部都可以分开了 分开了 这个机构手它可以这样的导入平放的话 然后在这里我们还会学到 齿条的一个传动啊 就是齿条齿轮的一个传动 然后双倍形成的一个传动 以及形成开关的应用 接近开关的应用 这个课程我们会有14节课 刚才的机器人呢 我们是有三节课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讲汇图的 就是我们在课程里面 会教大家就是根据这种标准键的选行 所以在这个节课上我们应该一步一步的实现成绩 如果对我兴趣的一些朋友啊 可以加我的QQ 还加我的QQ 我在就在这个视频网站 比如给你我的个人头像 或者了解我的一些相关信息 都有我的一些备注 就是在哪个我们在这里 或者你输入东莞黄安达 或者学乙球经济用都可以 就是我们的课程的 比较大内容 然后在下面的呢 就是整个其他的一些飞标自动化的一些机构 这个的是我整个视频的一个课程 大概光这个视频教程 大概就占有13G的大小 那他现在看呢 这个呢 是工业关联机器人的一个视频教程的缩略图 还看到这里有减速机的选行 这是一步一步的绘制的过程 这是咱画图里面 教大家如何设计一个机构 这是机械手 它的每一步的课程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是一步一步 从屋到屋慢慢去形成的 然后在下面的就是一些 比如说像开箱机呀 还有这种半自动冲压的 然后还有气候的减板 堆叠着螺丝机呀 这些这些课程的 这些课程因为都是属于飞标比较 就是说没有像刚才那两节讲的那摩 就是非常的详细 但是我们也会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操作步骤 然后有的课程呢 也是从屋到有一步步实现的 这是我们的课程的一个主要的 主要设计的一些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